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以开高低收来看 而不是说盘中一个突破又拉回 而是说它从开盘之后一直到收盘 当天的开高低收都占上万点 17年来在转发生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 所以我们的看法呢 台股如果我们做交叉比对 我稍待会做解释 我们跟国际股市做交叉比对 那么台股在六月绝对有能力往上突破10226 好 那你也告诉我 那你为什么强力不空呢 那我们就做一笔多单就好 因为今天不能不布空单啊 来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 因为呢 今天空单不敢进场啊 今天空单不敢进场 不敢 有什么事 不敢 散户不敢进场 来 第一个 台股今天从早盘开盘之后 它是非常缓慢 缓慢的上移 很缓 然后接下来呢 那一般的散户 它大概会看这几个东西啦 你稍微看一下 来 来 各位请看 举例啦 日经指数起84点 对不对 一度起到100点嘛 然后接下来这牙股的部分啦 韩国股市呢 是创历史高点 盘中啦 是创历史高点 然后恒生涨了149点 弄去啦 改去也弄去 韩国是创历史高点 那简单说 散户在这里不敢进去 但是相对的喔 台北股市今天这么年轻 那该怎么看 我的看法呢 今天在短线上要做布空 你看 加权指数现在起51点 台子期起81点 对啊对啊 所以呢 空单在停顺啦 对不对 散户不敢扛啦 不敢扛 这是要怎么看 我哪知道要怎么看 全体会员你就照着简讯做 好不好 你说那万一我们错呢 错我一定会带你停损 我再讲一遍 好 来 各位请看一下喔 我没有要批评同行喔 我是说我自己喔 我们每天的操作 每天全体会员 就是一个当中 然后搭配什么 搭配PSY 全体会员就一跟二 那是不流仓的 如果今天是一路往上走 我们当然就得胸啊 一定会受伤 那该怎么办 该停损 我会带你停损 这是全体会员的部分 可是特会呢 我们今天呢 肯定会流仓 好不好 我会过去布空啦 那你把他流仓就对了 你一定告诉我为什么 稍带 我会帮您做说明 首先呢 我们先针对台股 为什么今天表现这么强悍 目前呢 报在1103点 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做观察 我们在过去提到 先从这里先看喔 各位请看 这是所有商品价格最新的报价 因为比较小 我大概念给你听了 那么道琼电磁盘目前涨73点 那么日经呢 电磁盘涨了100点 简单说 就是你去看我都在去 那么油价呢 来到51块7毛3 就是说 在之前破49往下来到44 然后接下来反转上扬 带动全球商品 商品价格 包括指数全部上扬 台北股市才能占上万点啊 那不是这个油价去 全世界的东西哪有可能去啦 那不可能的啦 简单说就是这样啦 可是问题是 今天到目前涨52点 我们该怎么针对今天的下半场 包括明天做一个观测 好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跟各位做个分享 各位请看喔 我们在过去跟大家分享 大家都很清楚什么叫量价 量价本身一个叫做同时指标 那下面一个叫做同时指标 那没有一个更简单的公环吗 量价就是说我们利用成交量跟价格 成交量跟价格 然后呢 在干什么呢 做即时方向的判定 这个叫量跟价 那你不要忘记喔 量价本身量肯定量会怎么样 会先价型 就是说这个成交量发生之后 这个价格它就会变动了 一定是 那么我看哪一个成交量 那什么叫量 量叫干 那么价呢 叫标 好 所以呢 什么叫量 什么叫做价 价格本身 来 这个是不是报价 它的报价走势嘛 即时每一分每一秒的报价走势 对不对 那么请问 这个叫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价格 价格叫标 就是标 两军队雷 对不对 那各有主帅啊 多头空头 主帅坐在后边 然后就看 那怎么看 眼睛不好啊 眼睛看不到那么远 怎么看得到呢 所以要有个旗帜 要有个旗帜 这个旗帜叫做标 叫做价格 我才看得到 我们目前呢 多方或者是空方 你是往前做推升 或者是往后做侧退 你是不是要有个大大的旗帜 这个旗帜叫做标 那么请问标是什么 标叫可见物 那标呢 没有办法去判定 我是要起 还是要落 我的方向是往上 还是往下 所以你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杆 什么叫杆 就是旗帜这一根杆 这个叫杆 我这支插下去了 插下去 面前有旗帜给你看 那我就知道 我们现在是往前在推升的 或者是说 哇 这边等在撤退 好 所以量价 它本身叫同时 它其实就是个标杆 在标什么 标让你看得见我的价格 然后杆呢 这个杆插下去 杆插下去 你知道吗 它就是在奠定方向 它不管你 你摇来摇去 扭来扭去 我管你怎么摇 我这个杆插下去 我就确定了 我整体上 接下来我该怎么看 好 所以今天 今天礼拜四 那么台北股市在昨天 正式站上万点 那在亚洲股市也好 那国际股市也好 到目前为止 即使都是乐观的 向上的 所以我们预期 一般的散户在今天 不敢进场 加上 今天是缓步上移的 它是缓步的 很缓慢 最先空端不敢进去 但是空端不敢进去 我跟你说 你就要多头 你也要洗股了 因为没有空单保护你 你自己就要小心了 好 所以我们要赶快去看 那今天的标杆 是怎么标的 这个标的位置 发生在1089年 也就是说 单纯就加权指数 现在10093嘛 还在89之上嘛 暂时还是OK的 站在多头的角度啦 那么怎么做观测 这个标叫旗字 这个桔子它给你看 我在对 我在10089 可是这个桿呢 桿差在9点55分 刚刚好 9点55分 这一根最大交易量 你不要忘记了 量是怎么样 量会先架行 这个量发生了 这个价格才会到 然后呢 你经由这个量去做判别 你一定问我说 我怎么做判别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今天 的八分钟看台股 就是不是这个节目啦 每天下午 我们有预录一个八分钟 看台股的节目单元 各位请看 这个叫咖啡 我大概会从咖啡跟糖 陆陆续续啦 从所有商品价格 一一帮各位做介绍 好 请你告诉我 以咖啡为例 这是什么 这是个标准的空方啊 这是标准的空头 并且是一个新的 不排除是一个新的 波段起跌点 你问有什么 那你就看啊 看什么 看它的标跟它这个肝啊 那现在怎么看 现在的标 标不就在这里吗 那肝在哪里 肝在这里 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来 各位请看 这是咖啡的价格 这是咖啡的价格走势 过去这一整年 从去年的今天 到今天去 那么呢 首先你先看 这个是不是什么 这是价格 这叫交易量 它这个肝是不是插在这里 这一点插下去 价格出现了 所以代表 这个量会先价格前行 所以这个量告诉你 它要怎么办 这个量 量会先出来啊 量出来之后价格才会发生啊 价格是怎么样 价格会往上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交易量 是不是在这 价格发生之后 请问 它有没有跌破 这个肝的位置区 没有嘛 代表接下来 它会往上提升嘛 好 一路提升 好 不管你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 它什么时候会到最高 你不知道啊 你这个旗子 只是让你看了而已啊 真正定多空是这个量 不是这个旗子 好 所以当它一路往上推 你就不要理它 我怎么知道它要长到哪里呢 你怎么知道它要去到哪里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的过程 你只能等什么 等什么 为什么这里会长 因为这个量 这个肝插在这里 它就要一支插下去 对不对 好 在这个点 点的上缘代表我就往上 这个点的下缘 我就是要整路路 了解吗 好 当我确定它要往上涨 可是我就不预测高点 因为不知道高点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高点在哪里 不知道嘛 不知道的过程里面它是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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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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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来了 这里呢 是不是另外一个期盘又插下去了 它就再插下去 它就再插下去 好 来啊 价格是不是在这 那代表说 好 来哦 价格就不能跌破这个主要量能的下缘哦 如果破了这个下缘呢 代表我要开始下缘了 一直下缘一直下缘 不知道要下缘再多年 跌跌跌跌跌跌到这里来了 这里一个新的交易量 是不是又来了 又来啊 那代表说 只要有新的扩大的交易量 重新插一根旗杆 那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不可以 你就不可以这样欧背看 当新的交易量又来了 你要观察了 请问这里是个回升 还是一个破底 那你就要看哦 看什么 这个价格 当你看这个价格不对了 继续往下 我跟你说 这个温室的 就继续往下 不管是咖啡或糖 它是确定 还是一个空方结构 以一些商品价格 我们在今天的下午 大概两点半到三点 我们有一个八分钟看台股 那么呢 会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说量价本身 它叫同时 它也是让你判定什么 判定 接下来趋势方向的走势 那回过头来 我们先看我们的测标 我的看法 我们在昨天开始 包括今天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了 就是说台北股市 不管在未来 明天 甚至于下个礼拜 大点一百点两百点 我的看法 六月一定会突破 一定会 它这个工 一大工做到这里来 不是 你这里没用 这样做做做做到这里来 它哪有可能这里就结束 它会修正会整理 它不可能像二十天 每天都藏红K棒吧 一来未来二十天 为今天开始算 年车二十天 都实体藏红K棒 我从此不讲指数 有可能 你录影出现了 要年车二十天 那你只要回答我 有没有可能 你说这样当然不可能 好那就好了 所以整体像我的看法 不管是明天 包括未来一个礼拜 台北股市 它往上涨也好 往下跌都一样 那六月份它绝对有能力 突破10226 除非怎么样 国际西德州清田原油的价格 破49 那我跟你说 那就不用看了 那所有的商品价格都要跌 简单说就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今天要强力步空呢 好来 我们请看 所有的会员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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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你有我们PSY即时版软体的会员 你一定要记出来看 来 再看一次 帮我一个忙 这里 这里就好 这里 来 你现在眼睛看到了是不是五分钟 没有 这是不是五分啦 对不对 还没说完 不要动哦 请画面停在这里 这个呢 这个叫十五分 还没说完 这个叫三十分 按错了 对不起 这个叫六十分 没有错吧 来 你一下眼睛看着它 这是不是写六十 六十嘛 我们没有做六十分的 没有 这都是PSY 我没有带你做任何会员 我都没有带你做六十分的 相对的 我也没有带你做三十分的 但是我还是一样 没有带你做十五分的 我们所有的操作只有一个 叫做五分钟 好 回过头来 可是 可是 如果过去长期以来 如果说六十分的来到正五十 或者是负五十 六十的 四十的 三十的 十五的 加上五的 我跟你说 那个叫绝对点 那个店 无论如何都要出手 所以今天 请各位就照着做 好不好 两分钟后 为什么一定要照着做 马上下面做简报 没有 二十 真 我 决定了 对 不知道 这是什么 我 蛋 可 是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实着各种生涯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阻决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床 台湾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杯子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这样就好 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对环境好 而且经过政府厌城通过的 最好还是上预设生活咨询网 台湾人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们先看左上角 来看报价就好 我不是要跟你讲什么选择权衍生性商品 而是在于加权指数基本上是1098点 但是你才跳1100好不 整数比较好算 我就等 你就等它等一下100 你也跳100好不 100就比较好算 假设加权指数是10100 刚刚有嘛 来准利100 那么你可以从其他商品价格去观察 那么市场 不管现在是在涨或跌 那么主要力量 他针对明天不是今天 他在想什么 他明天在想什么 你等到明天在就撞起了 他在想什么 我感觉他也是在布空 来看放大这里 其他不用看 他也是在放空 哪有可能 不然这样 这个假设是1万空 还有多4点 加3点给他 加3点 来1万100 他说明天在 跟明天在好了 我赚你5点就好了 他说你要做多的 我赚你一个5点就好了 你要做多的 我不要给你赚了 我赚你一个 一输输的工资 5点 但是你要放空的 他说不好意思 我要赚你30点 你现在要放空的 跟明天在 他说不好意思 我要先给你收下30点 这个我要收5点 请问你怎么去判定 1万0100 这30嘛 这5嘛 这个 这扣掉100是不是5 这个是不是100 这个是不是30 是不是一个要买你30 一个要买你5 就是你要做多的跟明天 就到明天 一个 他说 我就卖你5点6点了 那一个呢 你说不好意思 我要赚你30点 不然我没要给你做 好 那你就去判别 从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从其他 但是这个你没有办法判定 你的出手点位 你整个去了解到 他是如何针对明天在布建的 就是说他也会怕 他怕说万不得利 明天在万不得利 你说电子盘现在当然是涨 这怎么会是跌呢 小道琼涨70啊 日经涨95啊 都是去啊 然后恐慌指标跌到11.9 代表全世界大家都不怕 没人在怕 那跌到11.9就不怕啊 都不怕嘛 往上就是在怕 往下就是不怕 这样对不对 那这呢 没有啦 这都不怕 这就一直怕 这要怎么 这里都不怕 都不怕 为什么会怕 因为呢 接下来再涨 没有 接下来再跌啊 他就开始怕 那就黑白来 这 这 这 你要提防啦 你看 这是反向 那你看也知道 他往下 你就要洗掉了 他往上你不用怕 大家都在怕 你就不要怕 大家都不怕 你就要很怕 这样你知道吗 不然 Mix恐慌指标 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 这个index 这个指数的功能在哪里 就让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 市场怕不怕 市场都不怕 那你就要很怕 市场都怕 你就做你办金山 今天去办空的一定怕 做多的都不怕 我请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做思考 思考什么呢 好 来 各位请看 特别是你有软体的朋友 我不讲多跟空 上图是指数的行径 那么底下是我的五分钟PSY 对不对 那PSY怎么看 PSY长期以来 正50就是要半康 负50就是做多 负50就是做多 你跟我消灭 在这半康这些会输 输就输了 没要怎么 输我就带你停顺 就这样子 那么 它的正确力 又说一次 搞什么 如果一个系统 一个工具 你长期比对 它的正确力是九成 那请问 你在等什么 你在等什么 等它错啊 你在等什么 你是不是在等它错 那你在等它继续对吗 反正十招输一招 那如果输一招之后呢 输一招之后 滚了你就夹嘛 你在走什么 没有啦 我只问你嘛 这个是输的 这个一定是输的嘛 这个是输还是赢 这个 这个在这里 那不一定输 这个是错啦 这个一定是错 那错就错啊 它十次难免要错一次啊 我们长期去比对 每十次 整体上它会错一次 那如果错了 不要再这支家庭会给我 它难免会错一次 对不对 等它错了 那就加嘛 难道它的成功率 只有80%吗 不对 它长期以来 都有90%以上的正确率 所以你就照着做 好 关键在于 这是五分的 可是呢 我们 你有软体的 你跟着我一起点 请你点出15分的 现阶段 PSY是在正五十还是负五十 15分呢 一定 一定是在正五十 现在 你去观察了 30分呢 是在正五十 这才是负五十 你问我怎么看 这里叫零 这里叫正五十 这里叫负五十 这样OK吗 正五十代表你要小心 负五十就是说 你要强迫自己乐观 那不管你怎么做 如果是正五十呢 如果是正五十呢 你零 你就可以平啊 负五十呢 你零就可以平啊 简单说啊 60分呢 没现在不是正五十 没现在负五十 所以今天该怎么看 你现在去大戏 台北国是大戏 我管你怎么去 不是 我小优敏 我再讲一遍 我做我也会让你知道 我每天 就是只有一组 就是要当冲 我就只有一个点位 我不会有两个 该停损 我一定会带你停损 那么全体会员不流畅 但是特会 我直接说 今天一定流畅 好不好 因为 当六十分的 三十分的 十五分的 加上五分 同时都到正五十 这种状况就是要流畅 我说一遍 这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啊 那一次流畅 不是暴跌了将近一百多点 快两百点嘛 那你就照着做啊 这种机会发生的 那你就流畅 好不好 完全照着做 全体会员的部分 就是当冲搭配PSY 那该做的 我简讯都有发给你的 你就照着简讯做 回过头来 至于 个股的部分 我的看法 你就挣一笔股票 我会帮你挑一档 生计股 那这档生计股呢 我会在下个礼拜的礼拜一 我不是跟你说真顶 我不是跟你说什么什么信心 不是 这个礼拜的礼拜 下个礼拜的礼拜一 我们的研究报告 会帮各位推荐一档 生计股 这档生计股 我的看法 跟真顶的看法会一样 我认为你一张 可以探超过三十块 你知道吗 那么呢 这个礼拜 最晚到下个礼拜一 在明天跟礼拜一 我会带你进场 你就买一支 好不好 那支生计股 我会推荐你 那你就进场 我会帮你做 非常详细的说明 那么没有相当把握 我会跟你说 那么节目最后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在这里也祝福 我们所有的朋友 端午佳节愉快 每一天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谢谢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